大家好,我是伟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比较好用的浏览器插件 它是一款全能的聊天机器人客户端 并且支持Edge和Chrome浏览器 目前这个插件它集成了ChatGPT,Beam AI和Google的Bad 并且作者后续还打算进入百度的文心意言 我们先给它发送一条查询信息看一看 可以看到信息被同时发送给了ChatGPT和Beam AI 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得到两份答案 ChatGPT的答案肯定是最棒的 但它不是最新的 所以结合Beam AI我们可以得到相对比较全面的信息 这里的错误是因为我没有登录到ChatGPT所导致的 这个插件提供了两种方式来使用ChatGPT 一是通过网页登录 二是通过API使用 我们先通过网页登录的方式来使用一下 好,登录进去之后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窗口 发信一下 再发送一条查询信息 看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ChatGPT已经开始工作了 Beam还有一点慢 Beam之所以这么慢 它跟你本地的DNS有关系 Beam也开始工作了 好,这是网页的使用方式 我们现在来看看API的使用方式 点击底部的设置按钮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API Key 把你的API Key填写进去就可以了 它默认使用的是GDP 3.5 Turbo 但它支持GPT4和GPT4-32K模型 我们先使用3.5测试一下 然后再使用GDP4和GDP4-32K模型测试一下 好,我们回到界面再发送一条信息 稍微等待一下 ChatGDP的查询结果还是蛮快的 Beam也需要去网上去找资料 所以说肯定会有点慢 现在我们继续测试 它是否支持上下文的联想 这个很重要 我们根据之前的问题 再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检验一下它是否会联系上下文 从结果来看可以联系上下文 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去测试一下GPT4模型 能不能使用 这个API是Plus的 是可以使用GPT4的 注意底部 它这里是给你标注的使用量的 以美元为单位 保存一下 回到窗口 我们再发送一条查询信息 可以看到 OpenAI并没有启用GPT4模型的调用 我们再换一个32K的试试 好 我们再发送一条查询信息 可以看到 GPT432K的还是没有办法使用 顺便说一下 所以昨天我给你们分享的那款 号称可以使用GPT4的getahub的项目 基本可以推断它是最牛逼的了 它肯定用的是3.5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谷歌的Bud能不能使用 我们随便发送一个信息 它说我没有权限使用Bud 可能是我的排队还没有通过 我们去看看对列通过了没有 没有排队的朋友可以去排排队 早日通过 它说我的地区不支持使用Bud 目前Bud只支持美国和少数几个国家吧 没有关系 我们再来一次 可以看到 我还在排队 暂时没有办法使用Bud了 各位老铁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打开这个页面的话 可以点击这里的蓝色按钮 就可以加入到使用Bud的队列中了 通过了 它会给你发送一个邮件的 但大家对目前的Bud不要抱太多的期望 就它目前的能力而言 它没有办法跟Chat GDP相比 并且它不支持中文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